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的JOTMAN開箱區 我是JOTMAN 今天的開箱要各位帶來的是我個人非常期待又非常興奮的一個產品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我個人在下 今年2017年即將更換一台全新的桌上型的電腦 而且這台主機非常非常的厲害 為什麼要更換桌上型主機呢 大家知不知道從去年到今年在我們的3C圈 在電腦圈有一個非常夯的議題 就是我們的AMD大師兄終於回來了 各位大師兄回來了 真的是重返榮耀太猛了 就是我們AMD全新的Ryzen系列的CPU 效能非常非常的強大 然後性價比CD值也非常的高 那其實我一直有在考慮說 我如果換了新電腦 我要用AMD的CPU還是Intel的CPU Intel的CPU其實我用了一陣子 表現也還算穩定 但是今年關於AMD的討論文章還有菜單非常非常的多 它的Ryzen R7包括有1700嘛 然後還有1700X 還有非常高階的1800X 後來運氣超好的 那個AMD的廠商說看到我的開箱 很喜歡說可以贊助我一顆1800X 就是他們的8核16線層 超級猛 超強大的CPU 所以剛好就趁著他們的贊助機會 我就組了一台全新的電腦 就是這台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包括了從CPU開始 然後還有各個 我的零配零組件都選擇了我非常喜歡的配件 馬上來看一下我今年組的新電腦裡面是什麼樣子的規格吧 以上片由AMD贊助播出 首先為各位介紹這次我挑的機殼是酷媽的MAKER 5T 會選這個機殼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它的霸氣消邊外型我很喜歡 另一點是它的殼擴充度很高 未來如果我要上全系統的水冷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非常的重 整個機殼加上零組件總共是22公斤左右 所以要有一點點力氣的人才能搬得動 主機板我選擇的是ASUS ROG C6H 會選這個板子主要也是因為它的擴充性很高 而且後面大家有沒有看到一整面的USB 3.0超實用 看了只能說是心情愉悅 顯示卡的部分我配了一張MSI GTX 1070 但我必須說會買這張卡實在是太衝動了 因為我自己本來的電腦用的是MSI GTX 980 這兩張卡的效能差異其實沒有到很大 但是這一次NVIDIA 10系列的顯卡實在太吸引我了 所以一不小心就手滑了 未來可能會把980賣掉 系統的部分選擇的是威剛的512GB PCIe SSD 各位都2017年了 主電腦一定要選PCIe SSD 記憶體的部分因為我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影音編輯 所以我是直接4條8GB的威剛XPG DDR4插滿 在電源供應的部分我選擇的是酷媽的V850 其實不用選這麼大顆 只是想說未來可能還會再買一張顯卡 所以就又敗了 最後是今天的壓軸主角 AMD Ryzen 7 1800X 不過他陪我選購的MASTER LIQUID 240水冷散熱器擋住了 所以你們現在看不到他的本體 不過沒關係 CPU的重點從來就不是長相而是效能 接下來就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代的AMD Ryzen到底能不能打吧 一開始看到AMD Ryzen 1800X的定價要台幣1900左右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貴 但是它的效能跑分直逼Intel另外一顆要價台幣3600的i7-6900K 相較之下還是非常有CP值的 這一些跑分其實在各大網站都查得到 所以我今天要為各位簡單測試一下 1800X的實際應用 因為我常常要使用影韻軟體Sony Vegas來做轉檔 所以我們就直接拿這次的新機器 來跟我現有機種來PK一下轉檔速度 首先是我的桌墊 我舊的桌墊使用的CPU是i7-4790K 那我轉的是一部6分鐘的影片 輸出畫質選擇1080P 舊的桌墊總共要花14分半才轉檔完成 緊接著用我的筆電測試 我的筆電是MSI的GS63 它搭載的CPU是i7-6700H 而筆電花的時間更久了 它要16分半才能夠完成轉檔 接下來就是今天的主角Ryzen 1800X 沒有想到它竟然只花了7分半就轉檔完成了 整整省了快一半的時間 8核心16線程的效能能直接海放我的另外兩顆i7 此外我也簡單測試了一下我的新主機跑遊戲的效能 上次滿多人叫我測試看黑色沙漠 那在2560x1080的解析度下特效全開 正數幾乎都可以穩定的保持在60 就算偶爾經過人比較多的區域 這個陣數也有50幾 而在一樣的條件下特效全開 GTA5也能夠穩定的保持在60陣 好了最後來總結一下 這一次的MD Ryzen R7系列的這個CPU 真的非常不錯 大家如果有興趣要組電腦 預算大概三四萬的話 可以考慮它的1700或是1700X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影音工作者 或者是你的預算比較多的話呢 我覺得180X這一顆CPU真的非常不錯 值得大家的考慮 大家如果對於MD相關的問題 或是關於我這個主機的一些配備的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個讚 想要看到更多開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